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是11月5日 欢迎你们来到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团体中的喜乐 现在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 聆听这一段圣言 那时候 众税吏及罪人们都来接近耶稣 为听他讲道 法利塞人及经师们窃窃私议说 这个人交接罪人 又同他们吃饭 耶稣遂对他们设了这个比喻说 你们中间哪个人有一百只羊 遗失了其中的一只 而不把这九十九只丢在荒野 去寻觅那遗失的一只 直到找着呢 待找着了 就喜欢的把他放在自己的肩膀上 来到家中 请他的友好吉林人来 给他们说 你们与我同了吧 因为我那只遗失了的羊 又找到了 我告诉你们 同样 对于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所有的欢乐 甚于对那九十九个无需悔改的义人 或者哪个妇女 有十个达玛 若遗失了一个达玛 而不点上灯 打扫房屋 细心寻找 直到找着呢 待找着了 他就请女友吉林人来说 你们与我同了吧 因为我失去的那个达玛 又找到了 我告诉你们 对于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主的使者前 也是这样欢乐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在团体中 有时候我们会有排斥 或无法接纳的人 他们可能没有能让你欣赏的才华 没有健康美丽的外观 或者他们行为思想 做事说话的方式都跟你不同 这样的排斥有时是有心的 但多时却是潜意识的 但无论我们承认与否 我们心中对他人的排斥 会反映在我们对他人的态度 和言行上 对他人带来莫大的伤害 今天 让我们想象被排斥的人 像福音中迷失的羊一样 渐渐离开团体 单独游荡在荒野中 这是代表他在等死 他可能会饿死 渴死 被野狼咬死等 同样 被团体排斥的人也一样 可能会失去自信 喜乐 动力 这种灵魂上的孤单与死亡 就像迷失在荒野般难受 也许我们不喜欢他人的某些行为特征 但这也不至于我们喜欢看到他人 孤苦地在荒野中受煎熬 不是吗 在今天的福音中 我们看到耶稣无法对那迷失的羊 莫不关心 耶稣如牧羊人 为了那只遗失的羊 放下九十九只没有遗失的 去寻找他 直至找着 当他找到羊时 他宴请友好吉林人来大肆庆祝 他说 你们与我同乐吧 因为我那只遗失了的羊又找到了 耶稣的邀请多么热烈 他的庆祝多么夸张盛大 这代表一位兄弟姐妹的巡回 重生不只是耶稣的事 而是整个团体的事 他要团体透过体会弟兄姐妹的重生的那份喜乐 而学习接纳他们 你愿意分得这喜悦吗 请品尝圣言 你们与我同乐吧 意识到我们的快乐和耶稣 及他人的快乐 紧紧相扣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当你意识到自己在排斥某人时 停 用一个爱的举动 训练自己 去接纳他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请教我在团体中 接纳 及爱他人 也祝福他人 与你能相遇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学习在团体中接纳 及爱他人 分享团体中的喜乐 我们明天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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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他人 明天 作词